民進黨分配都有取得基本的同意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講一個結論就是說 今天找這個委員會 大家有不同意見 我們可以折旗再開沒有關係 我們再來進行一些溝通的工作 這樣可以嗎 這結論應該大家沒有意見 要在臨時未來見台嗎 那有關於 要跟我們道歉 你看讓我們空腳的一天 要我們把他講完 要把他講完 要把他講完 這樣齁 勞基法修正 我們民進黨黨團 在這次臨時未 列為台灣事項 經過民主程序以及超委協商 那議程排定就是今天是委員會 那在這整個臨時未過程當中 當然在7月5號有時代議案版本也進來 親民黨的版本也進來 所以在超委協商的時候 親民黨以及時代議案要求我們把這個 所有的版本並來於審查 來於審查 這當然我們是絕對沒有意見 而且這個經過超委協商大家同意的 這個議程也經過大家昨天超委協商以後 用大家要簽名喔 用民主方式來處理 好這是表結構了 這是表結構 這些大家應該都沒有疑義啊 那既然是只有昨天這樣的結論 今天當然開嘛 今天開的時候當然當然 我剛才從場景包括大家衝突都很清楚 我私下也一開始我跟洪協商委員也談論到 我是覺得既然經過民主表結程序 大家都同意要開 那今天在這裡論斷 趙偉的在以前的問題 我是覺得都是那些問題喔 都是立法院有權利的 然後也不想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資傑上 程序上 來跟各位來做不同意見的辯論 那我們總是覺得 我們對於勞工權益的照顧 是大家一致的看法 我相信沒有一個黨團 沒有一個個別委員 想去犧牲勞工朋友的權益 這點應該是確定的 至於任何法案 當然有不同的論述以及核心價值 這個大家都有不同版本 那我們現在版本可以看到出來 有民進黨黨團今天副委的版本 總共五個條文 那國民黨黨團的版本也就是說 7月11號上禮拜一 已經在委員會審查通過 而且不去協商 當然是國民黨多數 這樣的 我們的國民黨版本就是如此 今天就是我們的版本 行政院版本 以及時代議案親民黨版本 那我們希望能夠理性來討論 在上禮拜 國民黨強行出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都尊重 尊重 你當招委的全力 讓版本出委員會 不管誰出委員會先後順序 到最後 最後一定要超越協商 超越協商沒有結論 當然就是表決 以為今天出委員會 還有最快要一個月的時間才能表決 我們認為 既然有不同意見 我們繼續溝通 但是呢 請大家相信 民主基本黨這個版本 已經站在 沒有一個版本能夠有雙方都同意的 我們版本 知方也罵老方也罵 各位版本都是一樣 都有不同聲音 讓我們繼續尊重不同聲音 繼續來溝通 我希望 我們在立法院以後 大家處理議程上面 不要在資格上打轉 建立在可以 大家可以協商可以來論斷 今天我們為了 為了讓整個 這個議題 能夠有繼續討論空間 繼續溝通空間 我們認為 既然大家認為這樣是一個最好的結果 我希望我們今天就到此 三會好不好 不好 沒有三會啦 不好 沒開會什麼三會 沒有三會 沒有三會 沒有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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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這裡 假如各位 要繼續坐下去 我沒有任何意見 剛才一開始問說 今天不要開會好不好 兩黨都齊身較好 那你知道 你們馬上 你自己要坐 你坐這坐 沒關係 那我們 失陪了 好吧 繼續溝通好不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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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col 謝謝 我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